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华尔街故事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 加密货币市场波动 投资者战略调整 二 全球经济复苏 消费股回温 三 数据隐私法规加盐 科技股适应挑战 那么 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 加密货币市场波动 投资者战略调整 在这个数字化的时代 加密货币市场 就像是一个永不眠的赌场 全天候营运 吸引着全球的投资者 想象一下 这是一个充满了 数字幽灵的世界 比特币 以太坊 瑞波币等等 他们就像是一群 在夜晚举行派对的吸血鬼 时而兴奋地飞向月亮 时而悲伤地跌入谷底 投资者在这个市场中 就像是一群 带着金矿梦想的淘金者 有的人带着专业的装备 精心分析每一次的市场波动 试图在这个充满未知的世界中 找到自己的黄金 有的人则是凭着一股热情 和几分运气 希望能够一夜之间 成为亿万富翁 但是 加密货币市场的波动性 是出了名的 就像是一个永远也搞不懂 心情的情人 你永远不知道 他下一刻会给你带来惊喜 还是惊吓 这就要求投资者 必须随时准备好战略调整 就像是一位古代的将军 面对战场上的变化 需要随时调整 自己的战略和战术 有趣的是 随着加密货币市场的发展 投资者之间的战略 也越来越多样化 有些人选择长期持有 他们相信 加密货币的未来 就像是一位对爱情 充满信心的歧视 即使面对困难和挑战 也永远不放弃 有些人则喜欢频繁交易 他们在市场的波动中 寻找机会 就像是一位在战场上 穿梭的刺客 机密而狡猾 当然 加密货币市场 也充满了各种故事和传奇 比如那位忘记了 自己比特币密码的投资者 他的故事就像是一部 现代版的宝藏猎人电影 让人既感到兴奋 又感到惋惜 又或者那些 在加密货币市场中 一夜暴富的人 他们的故事 就像是现代版的灰姑娘故事 让人羡慕又嫉妒 总之 加密货币市场 是一个充满了机遇和挑战的世界 对于投资者来说 唯一不变的 就是变化本身 在这个充满未知的海洋中航行 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和智慧 更需要的是一颗平静而坚定的心 因为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 最终胜利的 往往是那些 能够在风雨中保持冷静 并且不断调整战略的人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全球经济复苏 消费股回温 在这个经济复苏的大舞台上 全球消费股 就像是那些在冬眠后醒来 发现自己意外地 变成了社交派对上的明星 想象一下 这些股票在疫情期间 大多数时间里 都是那种派对上 默默无闻的角落里的人 但现在随着经济的逐步开放 他们突然之间 成为了舞池中最闪亮的存在 首先让我们来谈谈 这场派对的主办者 全球经济复苏 在经历了一场 前所未有的疫情打击后 全球经济就像是一位老战士 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 现在正准备重新站起来 展现他的韧性和活力 各国政府和中央银行 拿出了各种刺激措施 就像是给经济注入了一剂强心针 让这位老战士恢复了活力 然后我们的明星 消费股 在疫情期间 许多消费相关的企业 都遭受了重创 因为人们被迫待在家中 旅游 餐饮 零售等行业的收入 大幅下滑 但是 随着疫苗的普及 和经济的重新开放 人们对于外出消费的渴望 就像是压抑已久的火山 终于爆发 这直接推动了消费股的回温 想象一下 这就像是一场盛大的复苏派对 消费股是那些突然间从角落 走到舞池中央 开始大方异彩的舞者 人们开始重新旅游 餐厅重新热闹起来 商店的顾客络绎不绝 这一切都让消费股 成为了市场上最热门的话题 当然 这场派对并不是没有挑战的 供应链的问题 通胀的压力 以及疫情的不确定性 都像是派对上的不速之客 时不时地给大家带来一些惊喜 或者说惊吓 但是 正如历史上无数次的 经济复苏所展示的那样 创新和适应 将会是引领我们 走向更加光明未来的关键 所以 亲爱的朋友们 让我们为全球经济的复苏 和消费股的回温干杯 这是一场充满挑战与机遇的派对 而我们每个人 都是这场派对的参与者 让我们共同期待 在这场派对的最后 我们都能成为那些 在舞池中央 自信且光彩照人的舞者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数据隐私法规加盐 科技股适应挑战 在这个数位资讯爆炸的时代 数据隐私法规的加盐 对于科技股来说 无疑是一场既刺激 又充满挑战的冒险 想象一下 这就像是 你在玩一款极度复杂的电子游戏 每过一关 游戏的规则就会变得更加严格 而你必须不断适应 才能继续前进 首先 让我们来谈谈 这些数据隐私法规 想象一下 这些法规 就像是一位极其严格的老师 对于学生 在这里指的是科技公司 如何处理他人的作业 也就是用户数据 有着严格的要求 这位老师不仅要求 作业必须妥善保管 还要求在使用这些作业之前 必须得到作业主人的明确同意 对于科技公司来说 这意味着他们必须投入大量的时间和资源 来确保他们的产品和服务 符合这些日益严格的规定 这就像是你必须在游戏中 不断升级你的装备 才能应对越来越强大的敌人 然而 这场游戏并不是没有乐趣的 事实上 这些挑战促使科技公司 变得更加创新和灵活 就像是在游戏中 当你发现一种新的战斗策略 或者获得一件强大的装备时的 那种兴奋感 例如 一些公司开始开发 更加先进的加密技术 以保护用户数据的安全 另一些公司 则是创造了新的数据处理模式 以确保他们 能够在不侵犯用户隐私的情况下 有效地利用数据 当然 这场游戏也有它的风险 就像是在游戏中 如果你没有及时升级你的装备 或者没有掌握正确的战斗策略 你就可能会被敌人击败 对于科技公司来说 如果他们无法有效地适应 这些隐私法规的变化 他们不仅可能会面临重罚 还可能会失去用户的信任 这在商业世界中 无疑是致命的 总之 数据隐私法规的加盐 对于科技股来说 既是一场挑战 也是一次机遇 就像是在一场精彩绝伦的游戏中 只有最聪明 最灵活 最能适应变化的玩家 才能最终获胜 而对于我们这些旁观者来说 这无疑是一场精彩的表演 让我们拭目以待 看看谁能在这场大戏中 笑到最后吧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今天我们一起探讨了三个热门话题 加密货币市场波动 全球经济复苏与消费股回温 以及数据隐私法规 加盐对科技股的影响 这些话题都展示了 当今世界的变化与挑战 也给了我们许多思考的机会 在加密货币市场中 波动性是不可避免的 投资者需要随时调整策略 才能保持竞争力 而在全球经济复苏的过程中 消费股成为了市场上的明星 但也面临着供应链问题 通胀压力等挑战 同时 科技股在数据隐私法规 加盐的压力下 需要不断创新与适应 这些变化都给了我们 许多思考的机会 我的观点是 无论是投资者还是企业家 我们都需要具备灵活性 和创新能力 才能在这个充满变化的 世界中生存和成功 我们需要像古代将军一样 随时调整战略和战术 以应对市场的波动 我们需要像舞者一样 在派对中保持自信 并且光彩照人 我们需要像游戏玩家一样 随时升级装备 和掌握新的战斗策略 最后 我想邀请大家参与讨论 并提出你们的想法 你觉得 加密货币市场的波动性 对投资者有什么影响 你如何看待 全球经济的复苏 和消费股的回温 你对数据隐私法规 加盐对科技股的影响 有什么看法 让我们一起分享意见 一起探索这个充满挑战 和机遇的世界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下次见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 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